这期节目说真的我们甚至想过 干脆不拍产品特写了 全部用去年和前年拍的Mac视频素材 我发誓会发现端倪的人屈指可数 这就是这场苹果发布会最魔幻的地方 尤其是这个24吨的iMac 距离上一代发布已经过去了两年半的时间 这都不变相 它的外观你怎么评价 我最大的感知就是上一代的iMac 我在各种公司还有酒店的前台都会看到 但这一代你有在公共场合最近见过它吗 我觉得这还是挺说明一些问题的 这块大的有一点离谱的下巴 白色的边框 倒让它在空间里面显得有一点过于出挑 4.5K的屏幕素质虽然还不错 但毕竟是24英寸 还是没有之前的27英寸 或者传言的32英寸的iMac版本 那你确实可以用这台iMac外接一些屏幕 来扩展这个显示范围 但是这个画面 真的太美了 难以言语 那魔旧不变 唯一好处你要我硬吹 那就是为21款设计的iMac的配件 现在在23款的iMac上也可以完美适配 比如这个 iMac文艺青年旅行背包 它可以用 比如这个 iMac固定支架 它也可以用 这能帮助你把带底座版的iMac 悬挂到各种显示器支架之上 这模式在我们公司内部 把它叫做吊丝鬼模式 虽然看着抽象 但是说真的用起来其实还是不错的 你甚至可以粘一个MagSafe充电器在这里 和你的iPhone代机显示来协作 这还挺好的 让我个人最想喷的地方 其实不是这次iMac的本体 而是它附带的妙控键盘和妙控鼠标 你敢信它们还是Lightning接口呢 哇哦 认真的吗 酷哥 所以现在一个苹果用户坐在他办公桌前 看到的画面是这样的 一根USB-C线充他最新的iPhone 15 一根Lightning充电线充他的键盘鼠标 一个独立的充电器充他的Apple Watch 还有这个iMac独一无二的充电孔 啊 这画面太美了 我们还是来看看远方的MacBook Pro吧 家人们 相比iMac这个有点争议的设计 MacBook Pro的模具 我其实没有太多可以涂躺 用了这么多年 说真的我还是挺喜欢的 整体手感很不错 做工扎实 扬声器相当的红亮 声场也很宽阔 触控板巨大 多指触控精细交互 它都很舒适 这些年剪片说起来很离谱 都是用它来剪的 不用鼠标 也挺好的 屏幕是一块用的16比10比例 3024x1064 或者3456x2234分辨率的mini LED屏幕 峰值亮度1600尼特 色彩精准 画面锐利 做杜比世界的视频内容 确实难逢对手 这一次新款的MacBook Pro 在播放SDR内容的时候 亮度从500尼特提升到了600尼特 这视觉上有一点感觉 但不是很明显 我个人有时候会用这个叫做Vivid的软件 把这个MacBook Pro的屏幕 骗到全屏1600尼特 至少这样用了两年 我还没有遇到故障 你可以做一个参考 这块屏幕我最大的抱怨 是这个 这个刘海 新款的MacBook Pro 兄弟们它完全没改 灵动脑没有 不说 Face ID它也没有加上 最最最离谱的是苹果这个系统 到今天为止 这个小图标一开多 它就会跑到这个刘海的后面去 然后你就点不到它了 这个设计太牛逼了 以至于我最后要花钱去买这个第三方的插件 把这个图标收缩起来才解决 真的抽象 那今年这个MacBook Pro外观上最显著的变化 就是增加了这个深空黑色 但是同时也砍掉了这个深空灰色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三种颜色你会最喜欢哪一个 我个人目前确实更喜欢这个深空黑色 我觉得非常的低调 但是看起来很高级 虽然会粘指纹 但没有那个午夜色的MacBook Air那样 非常容易沾 我也经常遇到朋友问我 说应该选14寸还是16寸 那我好奇你的选择 我个人是绝对推荐14寸的 它实际性能和16寸没有太大的区别 续航是会短一点 但是便携度要高太多 很多包都是放得进14 但放不进16的 反正我几乎没有觉得 14寸屏幕不够大的这种瞬间 那接口方面两个大小的Mac 仍然具有三个雷电口 一个SD卡槽 一个HDMI 还有一个MagSync充电口 我本来以为今年苹果应该会良心一下 增加一个C口啥的 作为一个新的功能对吧 但它们不仅没有夹口子 还宁可给14寸的低配M3 MacBook Pro 换了模具 换的是什么 把USB-C口堵上了一个 从三个变成了两个 你想要三个口 请买中配机以上 这太牛了 到目前为止 这个续航可能是我对MacBook Pro 印象最好的地方 这次用了M3芯片的Mac 续航确实很久 相比官方宣传的22小时视频播放时间 我觉得还是实际使用数据更有参考性 所以我们公司的剪辑师 模拟了片场的工作环境 16寸的M3Mac芯片的MacBook Pro 在不接电剪辑8K复杂项目的情况之下 大概在两个多小时之后没电 这听着很短 但是我以前的电脑跑这种重载项目 都存不过一个小时 那在高性能笔记本电脑里面 这个时长我觉得确实没有什么对手 这是真的牛 这没有问题 那也许是因为续航时间太好了 苹果觉得我怎么着也得耗点能量对吧 比如这个屏幕保护的时候 我为什么不多耗一点电呢 于是这个新版的MacOS系统 有了这么一个动态壁纸的概念 它的逻辑非常简单 你在什么时候解锁 它就会在什么时候从这个视频变成慢放 然后变成一张静止的图片 那为了这些屏保 苹果是用了直升机挂着高分辨率摄影机 全世界到处飞 拍4K120帧 才拍出这些屏保来 这酷吧确实很酷 但是我还是把它给关了 这小屏幕上看的确实还不错 但是因为压缩的比较狠 一旦外接显示器 你就会发现它变得比较糊 看起来不是很舒服 不如别的壁纸 所以现在讲完了这些体验 我还是得回到这个芯片本身 这是这次iMac和MacBook Pro最大的改变 别的真的没有啥了 我还是得说一句 希望有的朋友不要骂我们 为什么只测这个Mac的视频相关功能 因为这个频道叫做影视剧风 我们就是抽检视频的 这个频道的很多观众 也都指着这些软件来吃饭的 这买个电脑真的不便宜 所以M3芯片 它值得了 苹果的芯片分类到今天 说真的也开始乱劲 Vision Pro理论上是次世代的设备 用的是M2芯片 MacBook Air用的是M2芯片 Mac mini有M2和M2 Pro Mac Studio有M2 Max和M2 Ultra Mac Pro有M2 Ultra MacBook Pro现在有M3 M3 Pro和M3 Max iMac有M3 就说真的大多数不想研究数码 只想买个电脑的朋友 看到这个应该已经懵逼了 这到底谁强谁弱 因为各个机型的构造散热内存差异特别大 不能完全控制变量指测芯片的性能 所以我们决定用实战工程测试来给你一个参考 好歹你能知道这些不同配置的机身 它的边界在哪里 我们设计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视频工程项目 有专业高分辨率的RAW素材 Vlog相机 还有小型无人机的素材 还有准专业级视频微单的复杂工程 这分别代表电视广告 短视频 还有中长视频的需求 实际测试结果你可以看一下 单独对比M1芯片 那你看这个M3芯片提升确实很大 除了RAW素材 别的工程基本上都可以一倍 甚至更快的速度完成渲染 尤其是对内存需求比较高的项目 M3芯片最大可以选择统一内存 是24GB 不容易乍显存或者内存 相比M1高了8GB 但是M2芯片它也能选24GB 你把它拉出来一屏 你就会发现 这M3芯片好像提升也没这么大 更何况我们用的是M2 MacBook Air来进行的测试 这散热还比这M3的iMac要弱一些 就算这样 M2相比M1的提升 也要比M3相比M2要大不少 这让我们很懵逼 这M3采用了3纳米的先进工艺 这性能应该是强的 然后我们继续测试 到了这个M3 Max的MacBook Pro的时候 这就更怪了 这M3芯片的提升 你看 在达芬奇里面写的非常之小 尤其是后面两个工程 几乎和M2 Max的MacBook Pro是完全持平的 这肯定不对 我们立刻联系了我们隔壁的好哥们云飞 还有飘哥他们 如果你们对芯片感兴趣 一定得去看看极客玩的内容 他们的假设是 我们的工程大多都是用M芯片的Media Engine 这个媒体引擎来编码的 这玩意M3今年确实没有什么变化 就导致出现了瓶颈 这负载跑不上去 甚至在用能效盒跑这个测试的渲染 那理论上加一些复杂的图形 3D或者设计神经网络的效果 这差距就会立刻出来 于是我们拿了比较复杂的工程再跑一遍 这确实会比之前测试要好一些 但你看和M2 Max 仍然只有10秒钟左右的速度差距 那我们想了一下 应该是我们频道的视频 真的没有这么多3D的效果 如果有的话 M3 Max的表现 应该还会要好上不少 那在实际编辑过程之中 其实你只要不是8K的弱速材 说真的除了M1芯片的iMac时间线 你会看到比较卡顿 别的芯片都可以自由的拖动 还有回放 非常的丝滑 这我反倒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点 对吧 这导出时间多一点 你真的在乎吗 但是卡顿的时间线 你肯定会难受 这直接影响你的灵感 那单论这一点 其实我觉得M3的iMac或者是MacBook Pro 都能够胜任一个短视频 或者长视频播主的需求 你甚至都不需要上Pro或者Max 就够有了 那除非你是影视从业人员 经常做4K高帧率的内容 但是即便如此 除非你做的内容有很多复杂的效果 否则就像我们测试的那样 你在榨干M3Mac的实际性能之前 它的媒体引擎就有可能会成为瓶颈 M3Mac当然是巨强 但是今年苹果的重点 显然不在剪视频上面 不过最鬼畜的一点是 本次测试过程中 我们发现M3芯片 它又出现了硬件编码器 导致的画面撕裂问题 曾经我们喷过苹果无数次 过去的视频连每一期都有 我以为M2芯片之后这个问题不会再有 但是M3卷土重来 你在导出视频的时候 假如采用了行业常见的H64编码 有一定概率的视频会出现像这样 随机的画质炸裂的部分 不管你码力多高 它都会出现 你想要解决 那你就必须导出H65或者ProRes 这是真的离谱啊果子 你能想象这些年有多少视频工作者 为这个bug哭泣过吗 真的 求求你了 快修好它吧 受不了了 相比视频有限的提升 在三维渲染方面 M3芯片这次改变巨大 得益于这个全新的硬件光追 还有动态缓存技术 大幅度提升了GPU的资源效率 实际跑出来的结果大概是这样 这M3芯片都快要摸上M1 Max的尾巴了 M3 Max和M1 Ultra打得有来有回 所以说用M3 Max做一些CG 或者包装这些行活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像Octane还有Cycles渲染器 现在在M芯片上也已经相当稳定了 都可以跑 总的来说 在影视行业做动态设计的人 对于这次芯片的升级 感知应该是最明显的 真的很快 实际体验提升也很大 在出租车里面给甲方出图 以前算是一个梗 但现在好像确实也能整 续航也够还能光追呢 对吧 只要你乐意 那在A1里面也基本是统领 只要你的统领内存超过32GB 那你就能用得比较舒服 但是说到这32GB 你会发现一个比较离谱的事情 今年的M3 MacBook Pro 如果你选择M3 Pro芯片 你会发现最大的内存选项是36GB 如果你想要48GB 那正常人类的逻辑 应该是选择一个低配的M3 Max芯片 苹果就说好吧好吧你付钱了 我就给你了对吧 看好了 如果你选择低配的M3 Max芯片 你的内存选项只有两个 36GB 或者加6000块钱 上96GB 或者你可以加6250块钱 升级到高配M3 Max芯片 苹果就会给你48GB 想要64 请再加1500块钱 也就是说 只要你想要48GB内存的MacBook Pro 你的起步价 是三万元 对于这一点 我强烈建议各位去看看 数码区相声王林伍伍老师的视频 我没有什么好的口才 但是我是真给气乐了 苹果 你这算盘打得太溜了 更不用说这个售价12999的 只有8GB内存的最低配MacBook Pro 8GB 显存还有内存 全在这8GB上面了 你就要它最新款的M3 MacBook Pro 这是人干的事吗 Absolutely Amazing 我们公司的程序员也测试了M3芯片的编译速度 Xcode跑下来M3 Max芯片 不出意外地超越了M1 Ultra 落后于M2 Ultra 照片导出也基本一样 每张照片一一像图的Lightroom工程 M3 Max大约花费30秒钟完成 M2 Max 36秒钟 M1 Max 45秒钟 而M2 Ultra 19秒钟 反正当前苹果最强的机型 仍然是M2 Ultra的Mac Pro和Mac Studio 但是拉出的差距说真的 也不是很多 同样在游戏方面 这虽然很抽象 但是苹果一直在强调Mac玩游戏 现在有了硬件加速的网格着色 还有这个动态缓存 那你确实能玩一些画质还不错的游戏 但是Mac的游戏生态嘛 我觉得聊胜于无 你可以推荐一下 你觉得在Mac上面最好玩的游戏是哪一个 我很好奇 那相比之下 还有个隐藏的提升是我朋友腾飞发现的 就是现在M芯片的Mac最新版系统 支持25GB的雷电网卡链接 如果你家里有速度很快的NAS 那你现在网络存储速度 还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毕竟之前只有10G 所以总的来说 M3芯片的iMac和MacBook Pro 确实又往前卖了一步 这性能也强了一些 但是它没有改变Mac的生态位 它不像英特尔转向M芯片的质变 续航还有性能都成倍的提升 剔除了影视行业很多这些素材代理转码的繁琐流程 我个人这次应该不会升级M3系列的MacBook Pro 不是因为它不好 而是因为即便像我这样非常非常需要性能的人 这一台 两年前的 陪伴我这么久的M1 Max的MacBook Pro 说真的到今天 我没有觉得它有性能不够的时候 真的 其实我已经在非常喜欢虐待电脑的人了 但是它真的没有这种瞬间 让我觉得它不够 我用它做了创业故事那期视频 做了iPhone的评测 都是4K 50帧的 然后它也没有掉链子过 所以如果你是使用英特尔芯片的Mac用户 那我觉得我会推荐你升级M3 对你的体验有质的改变 如果你已经用上了M1或者M2芯片的Mac 那就看你是不是复格了 如果你要升级的话 记得选升红黑 在星巴克里没做 黑的发亮的仔 就是你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会买这个M3的iMac 可还是MacBook Pro吗 欢迎打在弹幕上或者评论区 我挺好奇的 那也请无比点赞的V3来转发 这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我们 下次见